胜巴体谈三层皮 一针这期看到底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来求如今天 胖周根科球运 咱们一起来聊一下中国女足 聊中国女足什么话题呢 就聊一下我们首场惨败给巴西女足之后 那么这其中究竟暗藏着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为什么说真正的原因呢 因为这场比赛我们不可否认 我们0比5惨败给巴西 这样一个比分很不正常 中国女足与巴西女足我们之间的实力差距 并没有像这个比分展现的这么大 因为咱们平心而论 现在的这只巴西女足 其实就整个国际女足的足坛形式来看的话 包括巴西女足在内 包括美国女足 这些美洲的曾经的世界一流的强队 其实目前他们都算不上世界一流强队了 对吧 像巴西女足 我个人认为对于他们的一个定义 目前世界二流比较正常 但是正是这只老龄化严重 且人才断档的巴西女足 原本他们把中国女足视为了 这个小组中竞争第二的最强的一个对手 结果呢 他们首场比赛却打了中国女足一个5比0 是吧 让巴西女足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 对吧 因为第一场比赛 其实巴西女足跟中国女足的这场较量 我们完全可以定义为这个小组中 小组第二之争 因为小组第一就是荷兰女足 因为荷兰女足 她是一家独大 近几年以来 包括荷兰 瑞典 西班牙 这几支女足球队 确实在整个欧洲 是吧 进步的步伐非常的快 已经完全的超越了巴西美国 这些曾经的传统强队 那么曾经的这些女足的强队 其实他们逐渐的随着人才的断档 已经没落了 但是呢 就是这样一只没落的巴西女足 却踢了中国女足一个5比0 这确实让我们感觉到不可思议 咱们平行而论 咱真的不是说大话 就现在中国女足 我们如果说把自己最强的牌 全都打出来 跟巴西女足拼一拼的话 我们完全有机会去击败他们 对吧 这绝对不是说吹牛说大话 这是真的摸着良心说的话 但是呢 为什么中国女足 我们却被对手踢了一个5比0 让人家踢着一个养生式的足球 就把这场比赛给拿下了 就连巴西女足的主教练 或许她的场边都已经乐笑了 她都没有想到能够 这么轻松的拿下这场 小组第二之争的比赛 让巴西女足可以说 第一场打完之后 就已经提前锁定了一个小组的出现名额了 那么如此老龄化严重的球队 竟然还能够去击败你中国女足 那么中国女足我们输 究竟输在了哪里呢 毫无疑问 这背后确实暗藏着贾秀全 更大的野心在里面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 就是这一次贾秀全 她在有意的为后人种树 对吧 这一次东京奥运会大名单出炉之后 很多人都在质疑贾秀全 她究竟为什么没用唐嘉丽 为什么没有用楼嘉惠 马军这些老将 而选择了一些 没有过国际大赛出场经验的一些球员 对吧我们看一下中国女足 这一份22人的大名单里边 有5个新人 他们是国家队没有任何一场出场记录 对吧 还有5个新人呢 他们在国家队的A级赛事出场记录 在1到3场之间 不超过3场 所以说也就相当于 你这22个人中 有10个人都算是奥运会的新人 那么这些新人来到奥运会上 他们肯定会自拦振脚 他们没有奥运经验 关键时刻心理素质挺不住 大家在场上失误比较多 注定了你打8新女足的时候 你会一场惨败 那么实证明我们在跟巴西女足交手的过程中 巴西女足其实她更多的 没有主动创造出来特别多的机会 从第一个丢球 我们编后卫失误 到第二个丢球 我们守住员扑球脱手 他们推空门 到第三个丢球 我们的后卫助攻人的前锋马塔 来进去那上门 对吧 这一个又一个的丢球 完全都是我们自身的失误 送给对手的进球 对吧 贾秀全其实他对于这一届奥运会的成绩 并不太看重 他看重的是为后人中数 对吧 而且呢这一次奥运名单出路之后 在奥运会开打之前的时候 贾秀全也已经表态过了 说我要更多的为后人中数 对吧 至于后期谁来摘果并不重要 他要做这个勇于奉献的人 很显然呢 他希望通过这一届奥运会 去更多的练兵 培养新人 而不是让中国女足未来人才断档 可能眼下这一届奥运会成绩会比较低迷 但是未来中国女足能够看到希望 起码不会像巴西女足这样 是吧 他们未来其实是人才断档比较严重 他们看不到希望的 贾秀全也用通过这样一个 是吧 巧妙的招数 也堪称是大可人心 来很好的回击了巴西女足 让巴西女足的这场大胜 看上去呢 并不值得一提 含金量也不高 而且呢 他们人才断档严重 靠着一些老将 提败了我们这些年轻新人 似乎呢 也并不值得怎么样的庆幸 巴西女足仅仅是赢得了眼下 而中国女足我们却有望赢得未来 所以说呢 贾秀全这招堪称太妙了 那么我们也是期待着贾秀全 能够去帮助中国女足赢得未来吧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猪聊球 我还是先聊到这儿 喜欢胖猪的别忘记点关注 胖猪玩听这边听 聊段球